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 当地时间5号 在美国智库会议上 大谈要在台海地区加强威慑 此话一出 立即遭到现场观众的质疑 随后拉特纳当场辩解称 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 不管公开还是私下 美国都是说不支持台湾独立 拉特纳5号参加美国智库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 举行的年度辩论会 他在会上发表演讲时 大谈针对中国的威慑能力建设 而此番言论也遭到观众的质疑 由美国观众以乌克兰为例 质疑美国要把台湾地区 变成所谓豪猪来威慑中国大陆 实际上升高了情势 逼迫对方不得不做出反应 对此拉特纳声称 美国正努力在该地区 加强威慑和维持稳定之间 取得适当平衡 我说的是几个事 第一 美国的政策对台湾 并没有改变 我们反对一旁的改变 我们在两边 而针对美国对台军 军售问题 拉特纳声称拜登政府一直致力于确保台湾地区发展各种不对称战力 以使得两栖进攻更加困难 但这不能忽视台军日常真实需求 美方将根据具体情况逐按处理 而关于所谓大陆对台动武时间线的判断 拉特纳表示 五角大楼的立场是冲突既非迫在眉睫亦非不可避免 他重复了今年2月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说辞 认为到这个十年末 中国大陆不会对台采取重大军事行动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先曾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不容任何外部干涉 相关问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嘉宾 时事评论员刘匡宇 刘先生您好 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表示 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不管公开还是私下 美国都是说不支持台独 那么对此番言论 您有何解读呢 美方不断地去重申 它所谓一中政策的这样一个延续性 所谓的一个稳定性没有改变 那么这个当然我们是愿意去乐观以待 愿意去正向评估 但是对于拉特纳所讲的 美方在不支持台独的这个问题上 保持着一个一贯的一个姿态 那么对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更为客观辩证和理性的一个看待 来去借此认识到美国对华涉台政策中 在这个台独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的敏感议题之上 美国对它的态度那么折射出美国政策的一个摇摆性 虚伪性和两面性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美国对于所谓不支持台独的这样一个表述 我们看到它实际上是存在着一个变化的 那么也就是说从包括此前的奥巴马政府 小布什政府 克林顿政府到现在的拜登政府 那么这将近20年来 美国政府在对待台独的一个说法上 那么是有一个从所谓的反对台独到不支持台独的 这样一个微妙的一个距离的变化 也是反映出这个美方是有意识地借这样一种措辞的变化 来去为自己去增添一些与中国大陆去进行叫板或者说博弈的筹码 那么第二个方面 对于这个台独的定义上 美国也是非常宽泛和模糊的 美方可能只是把所谓的台独局限于一些包括所谓正名制限公投 这样的法理台独的行径 那么把它更多的视为一个我们讲是一个结果 那么事实上台独更多的是一种进程 是一种状态 美方事实上是通过这样一个 去按理支持一个所谓的实质性的台独 那么以此来去作为 它在海峡两岸之中去博取更大利益的一个筹码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 美国是有意识地去操纵一个所谓的可控的台独 试图去制造一个两岸之间的所谓的和平分裂 事实分裂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本身我们讲它就是台独 而美国在这个时候又出来讲 我不支持台独 甚至说我反对台独 那么很显然这就是它一个在言行不一上 一个非常自相矛盾的一点 好的 感谢刘先生的点评 好的 感谢刘先生的点评